夫人的身体向来强健 只要善加调养 马上就会好的 是啊 我自个儿也常想 我 我怎么会生病呢 过去啊 我从来都不生病的 小的时候在草原 跑马 男孩子都比不过我 虽然上海 没有像蒙古那样的大草原 可以让夫人策马驰骋 不过也有很多 景致雅杰的小公园 夫人可以去走走看看 有一身心 是啊 这事怎么就从来 没有人跟我说起过呢 这样最近我们就去 公园走走 看看啊 究竟有什么 跟蒙古不一样的 到时候去请王小姐啊 坐坐向导 好 太太 什么事啊 少爷受了点风寒 老爷吩咐 劳驾汪大夫给看看 好 那就有劳汪大夫了 好的 夫人 我呢 这就去看看 一会儿再向夫人说明情况 谢谢 请带路吧 等等 汪小姐也一起去吧 汪大夫看病有个帮手 会更得心应手一些 好的 老爷 汪大夫来了 汪大夫 汪小姐 劳驾二威了 陆老爷 你真是太客气了 我先给少爷把脉吧 我帮你 过来 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你还认识我吗 书店那次想起来了 我下次再还给你 我请你吃饭好不好 你为什么装病啊 谁装病了 我看出来了你就是装的 我真生病啊 房子开好了 陆老爷您放心 少爷无碍 很可惜的是啊 夫人那边的情况 也有了明显的改善 精神呢 要比以往好很多 有了外出走动 锻炼身体的意愿 长此下去啊 定能够慢慢地恢复健康 真是万分感谢啊 哪里哪里 陆老爷 您太客气了 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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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梦 秋云 春梦 秋云 春梦 开开 没事 我就想 让你们把小顺叫上来 问问她 天恩跟汪小姐见面怎么样啊 情况呀一定是好的 太太想想 论汪小姐的容貌 仪表 衣术 都是没人能比得上呢 连太太您都喜欢的不得了 何况少爷呢 是啊 话又说回来了 咱们少爷的俊呢 大十年前 就没人能比得上 汪小姐也一定能够喜欢 那是你想的 不行 还得让小顺来 我得亲自问问她 那 我们一会儿等汪大夫汪小姐走了 就去叫小顺 不 要是真是像你想的那样啊 那我就让老爷 到汪家去提亲家 哎呀 太太放心 一定是这样的 我们呀 就等着喝喜酒了 大姑娘家的 喝酒呢 你给我留点神 不许再出错 也不许再走神 这要再唱杂了 你先去给我讨饭去 你说说 你说说 你现在搞成什么了 观众没有了 连那个陆先生也不来了 老板啊 要捡我们的包饮 都要喝西北风了 你还敢不当回事 容先生 大驾光连 您看也行 回头回头啊 请您做个指教 谢谢文章 蓬蓬肠 各位都忙着拍戏 我也不好意思多打扰 说几句话说完就走 晓银欣 容先生是专门跟你说话来了 你看 这大家对你都这么看重 以后这戏可得好好演哪 好 容先生 请指教 这个地方说话 您 您随便 您随意随意 男友 是这样啊 陆先生啊 托给你带句话 他怎么了 为什么不亲自来呢 他没事 就是受了点风寒 发高烧 得打针吃药休息几天 他能出门了就会来看你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所以他让我先过来告诉你一声 让你放心 这几天呢 他的是唱戏 我能放心吗 他突然不来了 我害怕 害怕他不娶我了 最近 我老师心神不宁的 唱戏也唱不好 老板娘他快把我赶出去了 这样两头落空 我会恨死他 你放心 他呢就是病了这几天 休息好了 他马上就会来看你 那你尽管放心 就是出了天大的事 也会有办法解决的 我还是害怕 你怕什么呀 陆先生都跟你说过什么吗 他给我说了很多 哦 我的意思是 他有没有说过 比如说 要娶你 说过 到底是说过还是没说过 他 他跟我说 要保护我 不会再让我害怕 所以你就认为 他还是答应了要娶你 我问过我姐妹了 我姐妹们说 要是陆先生跟我说这样的话 就代表要娶我的意思 你的姐妹们说的 汪大夫还有病假出诊 我就不好多留了 只留汪小姐在寒舍 尝尝茶点吧 好 大帅啊 来了来了 送汪大夫 是是是 莫大夫 夫人 您真是太客气了 舍妹呀 年轻 又刚到上海工作不久 承蒙夫人厚爱 这呀 也是对他的一种鼓励 使她对自己 更有信心啊 好久没晒太阳了 这个时候的太阳真像蒙古的夏天 把整个草原啊晒得金黄金黄的 是啊 那夫人啊就多晒晒太阳 这样有一身心 我就先告辞了 好 慢走 好 万伯 我送你 好 拜托 拜托 我送你 拜托您去 陆夫人 我要不要差您进去歇一下 不用 在蒙古过会儿就跟进账房了 太阳一落山天就黑 就老 要像属猩猩啊 还得加进后衣裳再出来 我以前倒是听说过 蒙古的天气 周月温差比南方大多了 不 万昭棉岸五昭沙一点都不假 你应该要亲自去一趟 我倒想去夫人出生的地方 体会一下蒙古的风土人情 这样吧 回去和大哥商量一下 也许明年或者后年抽个时间去 好 太好了 到时候我带你去 好 我最近在台上老是唱不好 在台上老是发呆忘词 班主说 等合约期到的时候 我们是肯定不能在这儿唱了 到时候大家咯奔东西 自谋出路 没那么糟糕别担心 如果这边老板不让你们唱了 还有其他地方可以去 而且荣安认识那么多戏院 我请她为你们介绍就行了 别担心啊 在别的地方 我也唱不好 我现在 每天心里都七上八下的 因为你 我心里总是不踏实不安定 我觉得我不能再唱下去了 唱不好 还会连累戏般 你带我走好不好 给他们点钱就够了 我真的是不想唱了 你能赶紧帮我办吗 让我先想办法 让我先想办法 我知道 我一定能想出办法来的 我就知道 你不会不管我的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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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少爷 少爷 您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呀 太太都问了好几遍了 这会儿倒是睡了 您可担心了 怕她心里悬着事又睡不着 您以后得改改这习性 太太有事的时候啊 别往外跑 或者呀 陪太太把事情说完了再走 行吗 少爷 听说您今天跟汪小姐见面了 以后该盘算以后的事情了 改天您和汪小姐单独好好聊聊 对 等有空啊 太太就和老爷商议 让人去汪府去提亲的事 再等等 还等什么呀 前些天说得好好的 太太就已经拿定主意了 现在还有什么好等的呢你说 少爷 您这个话可不能跟太太说啊 要是太太又犯病了 那才是天塌下来的事呢 就是啊 少爷 那可千万可不能犯糊度啊 那汪小姐的贫帽打着东西都是难找的 是吧 是啊 就说她长得漂亮 又漂亮又懂得衣礼 对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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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死我了 少爷 就说她 她的 她的外皮帽 还有那个 来 来 来的 你会说话吗 她懂得医术 不是 我们的意思呀 就是说 汪小姐来了这几次 太太的精神就大有好转 以后这要是能天天都来 那么 那不是更好吗 少爷 少爷 你想明白了吧 汪小姐就是好 好得没话说 不但太太喜欢呀 就连我们也是伸长了脖子 把握她早点进门呢 嗯 你是有福气的 得了这么个什么条件都好的姑娘 就赶紧打起精神来做新郎官吧 就是啊 少爷 少爷 来 汪大夫 这是位新病人 没有潜力 也没有预约 她是今天上午的最后一位客人 嗯 请她进来 好的 秦彦 怎么 你认识啊 我不认识 不过 我看过她的书 也听过她在广播里的节目 大夫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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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吧 哎 请坐 啊 谢谢 什么地方不舒服 胃不舒服 每次发作的时候啊 头都晕得特别厉害 以往有个类似的症状 我 前些年 在国外读书的时候 就得了胃病了 这样 我先给您拔把脉吧 去 春梦 哎 哎 太太 我正在跟春梦说呢 安季堂来电话了 说下午 汪小姐过来来看你 汪大夫因为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她就不过来了 没关系 汪小姐一个人来更好 你去跟少爷说 让她下午在家等着 汪小姐来了 让她过来陪着说说话 然后让她请汪小姐下馆子吃顿饭 是 你去跟老爷说 我要跟他谈天安婚姻的事 让他定个时间 我到楼下大厅里等她 是 您得的胃炎啊不难知 我给您开副方子 副三体 必然可以痊愈 真的 谢谢您 客气 秦教授 我 我拜读过您的作品 也在广播中 听过您的节目 您的文章 学识 都高人一筹 令人非常敬佩 谢谢您的赞美 这对我来说 是最好的鼓励 谢谢 我以前以为 名作家 名教授 都是高高在上的 可是今天看见您 我才知道 原来您是这么平易近人 一点架子都没有 作家和教授 讲究的是 才 学 识 德 要什么架子呀 又不是种丝瓜 种葡萄的 先搭个架 有空的时候咱们联络 我送你几本书 让你对作家 教授 有些新的了解 只要你喜欢 好啊 太好了 您把这些都搬到后院去 一会儿我去调位置啊 嗯 爹啊 我看这鸟还是不能放外面 天太热都热坏了 那先搁屋里的 回头在窗口 夹俩钩子就行了 这个事先不着急啊 你先带着它们 把后头布置一下 那过这儿吧 来来来来 那请你去吧 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这干什么呀 老爷 那个太太吩咐啊 让多买点这个花鸟 树屋 然后把房间都布置一下 我这刚买回来 还没完全布置好 那怎么活了 太太吩咐 让我把房间布置好 走到哪儿呢 都能有些活的东西 像个办喜事的人家 太太还专门吩咐 让再养一缸鱼 两缸莲花 我把这儿忙完了 我马上买去 看来他这病真是健好啊 那老爷我忙去了 嗯 你额娘主动找我 要跟我谈谈你的婚事 你跟汪小姐 你以往的婚事不美满 你应该好好地反省 尤其是灵芝之死 你更应该检讨 现在 你母亲的病有了转机 正处在一个重要的时刻 你不可再犯错误 我 以往我 以往 亡者一去 来者可追 切不可重蹈负责 我要知道 以前 我害了两个人三条命 我是真不希望这样的事情 还会发生 你有这样的认识 很好 可是汉吗 这似乎是 造化弄人的 而现在发生的事情 并不比以前简单 在我阿娘忠义的汪小姐之前 我认识一个姑娘 姑娘的事我已经听说了 以她的身份 不能娶为正妻 我们陆家虽然离开了北京 但是家族的传统 粉丝 哇 傻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她 我 我怎么也想不到 所以 所以我也糊涂 为什么她会来给我看病 能投缘是好事 两情相悦 大家都不为难 看嘛 小俊仙怎么办 我不知道怎么办 小俊仙 那个姑娘 嗯 再做谋话吧 你呀 你总是把事情弄得不可收场 十年前这样 十年后你还是这样 我也不知道 我是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这事情真的要弄得这样 大家都不开心 我心里又难过 难受 为什么我遇见的事情总是南辕北辙的 是时间上出错了 还是命运给我开玩笑呢 我认识小俊仙的时候 我真不知道有一个汪小姐存在吗 想讲道义 讲责任 是不是 怕背上建议四千的名声 那你事先就应该谨言正经 可阿玛 我就是不想做一个建议四千的人 真的不是那样 那想怎么样 你究竟想干什么 王连君与小润仙 与你 与陆家 孰众孰倾 你一定要颠练清楚 你已经过了二厘之年了 老爷 太太让少爷上去一下 不许你刺激他 汪大夫 刚才接了刘院长一个电话 他说和咱们共同投资组建 中西联合医院的两个外国的股东 今天到了上海 他们想下午到咱们这里实地考察 并谈进一步合作的问题 我不知道您具体的时间安排 所以跟刘院长说 过一会儿再给他回话 可以的 我下午的几次出诊都可以调整 陆夫人那边的情形呢 也有了明显的改善 连君一个人去就可以 那就行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这就给刘院长回电话去 好 麻烦你了 您太客气了 对了 这是咱们的下一个病人 也是老病号 咱们有他的病例 我来找 好 那我先出去了 好 谢谢 好 好 好 脸君啊 你一个人去 我多少 还是有点不放心 我看 让张大夫跟你一起吧 毕竟啊他对情况比较了解 大哥 你是担心我的能力不能应付吗 那倒不是 但是 由于这个患者啊 不容易相处 还可能 会出现一些突发的状况 我怕你一个人啊 缺少经验 应付起来吃力 跟陆夫人相处 我并不觉得吃力 我没有把他当成病人看 他对我呢 很亲切 很随和 我经常有一种错觉 感觉他就像妈妈一样 我还以为 有张大夫陪你 你会更踏实 还是别陪了 他陪着我 我反而不踏实 怎么会呢 他是十分随和的一个人啊 不知道为什么 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老是一副很紧张的样子 弄得我做事也毛毛躁躁的 笑什么 他跟我怎么不紧张 好了好了 完事了 你就直接回家吧 正好还替我陪陪你嫂子 我今天晚上还有事 得很晚才能回去 大哥 我忘跟你说了 等一下秦教授 约了我吃晚饭 说是要送几本书给我 所以我就不能回去 陪嫂子吃饭了 太太为了撮合少爷和汪小姐 还真是用心良苦 居然呢都学会装睡了 那是太太呀 给他俩创造单独相处的机会呢 难得呀 汪小姐能被太太和少爷 同时看着 你真的认为少爷 看上汪小姐了 小顺说他应该没错 倒也是 小顺天天伺候着少爷 少爷的心事啊 一点都逃不出他的眼睛 老爷也是这个判断的 是吗 小顺还说呀 汪小姐和少爷啊 是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 什么时候啊 就那次 汪小姐跟少爷看病的时候 他和少爷那样子呀 小顺和老爷都瞧见了 又多钟没看见 小顺啊 真没白跟少爷一起去看戏 连一见钟情都懂了 行了 咱别扯了 赶紧上门口去面去 来 来了 汪小姐 汪小姐来了 你快去吧 人家汪小姐该到了 好 你哪一个好 你都有什么当前五代 你尝试五代 你尝试五代 那不让你温刘 你你就要装个酒吧 你这么多酒 away 你叫的都甜 鸡鸡鸡鸡 鸡见君子 云湖不喜 王小姐 陆先生 原来你也喜欢读诗经啊 好吧 去看太太吧 少爷 我们去看看太太醒了没 去吧 对 王小姐 坐呀 你坐 我 我可不可以问你 为什么上次你要装病了 我没装啊 你装了 我 我怎么会装病呢 我看出来了 我看出来了 你怎么看 总之你露出了破绽 我觉得你不是一个善于伪装的人 其实就是因为我太笨了 装不出来 不 不是笨 但凡本质好的人都不善于伪装 王小姐 其实我觉得 你真的挺奇特的 年纪小小 就能够 这么大方得体 帮助别人 并且能够了解别人的心计 所以我在想 要是有一天我有心计的时候 一定要请你帮忙 好好的 请我帮忙做什么 那也说不准啊 说不定哪天我的心病犯上来了之后 我就请你帮忙 可以吗 你呀怎么这么废物 你再卖我 我还是这样 我只能这样了 你这戏唱不好还学会叮嘴了 大不了我不唱了 以为有陆先生跟你撑腰了是吧 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 这把美梦都做上了 以为人家真的能娶你呀 这种有钱的公子哥啊 不过是在你头上找找乐子 你还当真了 真是可笑 陆公子他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你何德何能啊 他不是这样的 我告诉你啊 就这种事 多了去了 不信 咱走着瞧 这都不用走着瞧 你自己算算 他多长时间没来了 过去是什么光景 恨不得呀 长到咱戏院里不走 现在呢 我这把丑话可说在前头 戏文里唱的使乱中气呀 在你头上啊 这就开了头 你儿 你还听不下去了 还有些 在那个 在那个边上面 还有一层的是那个带帽呢 那咕咕的声音叫起来可好听的 你喜欢吗 我 我对昆虫不是特别的感兴趣 很多女孩都怕虫吧 但是我有风筝 你喜欢风筝吗 喜欢 我们在南方的时候总算风筝 但是北京的风筝 那个是大大的长长的一串 可 好 到我 我 我进去了 请进去吧 谢谢你送我 为什么说谢谢我 我应该谢谢你才是 因为你的到来 让我们家充满了生气 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吧 有的 这个只有我自己知道 那 我进去了 跟你一起用餐的 是为先生吗 这个 重要吗 对不起啊 太冒昧了 我是随便随便问一问 是一位女士 对了 说起来 这位女士还跟你有关系呢 为什么跟我有关系啊 你记不记得 你送我的那本书 云淡天高 我等一下见的 就是这本书的作者 法国留学的 学者 大学的讲师 才女 叫秦燕 记性真好 我说了一遍 你都记下来了 这名我特别能够记住 那我时间快到了 我先进去了 你就别等我了 也行 进去吧 我怕你等我 我要看你坐上黄包车以后 我才进去 对 我不坐车 我走路 好吧 好 下次跟你讲 很多哦 果果的事 还有风筝 再见 再见 谢谢 这是送你的 真的是送给我的 太感谢您了 这是我 这是我收到过 最好的礼物 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一本是散文 一本是用英文写的 是我取得学位的 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国内的书店买不到 您真了不起 不过 我没有学过英文 所以无法阅读 可是 我会将它好好珍藏的 陆老爷给我派下任务了 要我请姚大夫出面做媒 向汪府提亲 我们一份拒绝 我们一份拒绝 我我们一份拒绝 我应该怎么办 你问我怎么办 你问我怎么办 我倒想问问你 你想怎么办 总之啊 我是听明白了 十年前呢 这水姑娘是你的向往 灵芝是你的无奈 现在这小英仙呢 只是你的牵挂 汪姑娘 汪联军才是你的向往 我也难得 你和老爷太太的眼光一致一回 不过这个汪小姐确实是不错 年轻 漂亮 正好还没上过那个新式学校 不会受西方思想的影响 知书达理 不会显得太强 平心而论啊 这个汪小姐做陆家的少奶奶 确实是上上之小 她做陆家的少奶奶 也是皆大欢喜的结局 你对我生命中出现了 这几个女人的界定 用词都非常的不准确 我怎么就不准确了吧 比如说这小韵仙 妻子一个简简单单的牵挂 就能开阔的 你知道我现在跟她见面吗 内疚 沉重 或者可以说成是负担 但是 但是要是我不去见她 那我自我谴责又是另外一种负担 你明白吗 这古话里面说的弱女子 也就莫过于此 她就是真正的弱女子 她需要我帮忙 除了我谁能帮她 但容安 我也需要你帮我的嘛 你得帮我想想哲呀 你想啊 要不 哪见 新时代 新时代 纳妾 你 你要两全 那你 你还能找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那小韵仙 你不忍心置之不理 是吧 那就得放在身边 放在身边呢 她又不能做少奶奶 她只能做姨太太 那小韵仙确实现在处境也挺可怜的 所有人都认为她已经是你的女人了 怎么可能 我跟她什么关系都没有 我相信你跟她什么关系都没有 事实是只有一个 但说法有很多种闲话能杀死人的 尤其是像小韵仙那种 用你话说是弱女子 反正总之啊 你把她带的路府 也比她那那那那那 招不保夕的留在戏班儿强 据我所知啊 她现在唱戏已经大不如前了 她心思完全都放在你身上了 整天是魂不守舍 听她唱戏人是越来越少 照这么下去啊 她将来就只有一条路 就是被老宝带走 不是 你看我干嘛 戏班子才处理这种 这种被淘汰的戏子 他就是这样的 也许还能卖个好价钱呢 我错